以摄影 绘画 物件等方式呈现不同的无用处性 产生不同形式的对话 提到无用 一般会让人联想到庄子思想的无用之用 在其思想中 无用乃大用 任何看似没有用处的事物 人人有其价值存在的可能 甚至成为保全生命的一种途径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 许多事物在日新月异下 即便人保有具体或抽象 有形或无形的功能 也渐渐地被搁置 甚至淘汰 而我们无法确切地界定出这些无用的准则 这关乎于每个人的价值观 与对该事物的情感连结 无用地作为一个单词 可以被定义为形容一个不被使用的场域 用来指涉不被利用的土地场所 身份 位置或内在感受 但同时它也能以副词的方式去表达某种动作和状态 艺术家的创作 就如无用地后所接上的动词 形容词 他们用各种姿态 表情 意念或行为 在物品或环境失去功用后 以新的面向观看这些日常的无用 不强调无用物的可用处 而是呈现 讨论 无用物 当下或未来的处境 探索这些东西 用何种被观看的方式存在 时邦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